上班族深夜加班 極度勞累 下了班犒賞一天辛勞 狂吃夜市小吃 不正常的生活作息 很容易引發腸胃問題 我從事理專工作 所以其實工作 就是吃飯時間不正常 作息也不正常 那久了久之後 就發現自己常有便秘的現象 在一次健康檢查的時候 就有繼續做大腸的篩檢 然後檢查出有大腸的息肉 最先公布上班族大腸息肉聚落 與生活習慣調查發現 大腸息肉的四大號伐聚落 包括夜市路邊攤 工業或科學園區 家中沙發以及電影院 你回家一定很累 那你就是久坐不動 在沙發上看電視 上網 這些是可以說是非常常見的 年輕人的生活方式 但是這些都是對我們是不健康 蔬果要多吃顏色多樣化 腸道保健一個就更直接的方式 就是直接在腸道 我們給予腸道好菌 那我覺得喝優酪乳 是一個很聰明的方式 去選擇國家健康食品 認證由小綠人標誌的一個優酪乳 我覺得會比較好 專家建議多吃蔬果 燒點紅肉 飲用優酪乳補充好菌 並養成運動習慣 才能保持腸道健康 遠離腸癌 三天新聞 林文副 廖靜影 隨報道 今天晚上